IC 机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 IC 是由JACUV在1958年发明的 IC 现在无所不在 电脑 手机 数位加电 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 IoT 5G AI 8K Video 自动驾驶 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 我是陆一真 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哈喽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大家早安 我是陆一真 欢迎大家在星期天上11点钟 加入IC 梦想家 这个节目是由非谍电台 还有脸书社团跨域会员研究所 所一起共同制播的 除了你每个星期天上11点钟 可以透过非谍全国联播网 还有APP上面来收听之外 每周结束之后 我们以后会有最新的影像 会上传到YouTube 好 那最近当然全世界 不只是台湾都在关心 疫情的数字跟变化 但是你知道吗 在没有疫情出现之前 大家每天也都追得很紧 而且一定要知道的 出门之前就是要看天气 现在我们看天气 有很多很多的预告图啊 或者是有很多的 中央气象局的 这个预报观测站等等的 好像很方便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路演进 可能过去50年前 是用非常人工 而且非常难 难以想象的复杂的程度呢 然后让这个气象预报变成精准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位 我们称他为于将军 他是气象专家于川新先生 那过去大家曾经在电视的新闻 频道上面也常常听到他的播放等等 那今天他就有现身说法 讲一下他这个在气象产业 这么多年来 他看到的这个气象播报的变化 还有我们是怎么用科技的力量 去掌握这个大气的奥秘 不过今天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跟以往一样 来掌握一下过去一周到底 在科技圈 还有在这个相关的领域 新创经济 还有跟跨国的合作上面 发生什么样的重点大事 我们赶快听听Grace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Grace 以下为您会整 过去一周产业重点新闻摘要 产业相关新闻出自自由时报 广达淡出Apple Watch 鸿海呈主力组装厂 美系外资出具鸿海最新报告指出 随着广达逐渐淡出 Apple Watch组装业务 鸿海今年底将成为主要组装厂商 预估鸿海今明两年 将可拿下Apple Watch 组装17% 30%的市占率 明年相关业务将占鸿海营收 约2% 记忆体相关新闻出自工商时报 集邦表示半导体记忆体后市看淡 根据试调机构集邦科技的整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对半导体及记忆体市场看法 将转趋保守 其中IC设计厂商第二季受到较大影响 晶圆代工厂及封装测试厂第二季之后 成长力道将被削弱 AI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台湾实现AI落地制造业 关键靠着三大策略 在这场全球竞逐大战中 台湾制造业若要实现AI落地 必须贯彻三大策略 话语合作 软硬兼施 产业落地 结合台湾AI大数据等ICT产业研发能量 发展出高阶的MIT 渴望建构智慧机械产业的新生态体系 半导体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全球经济因疫情震荡 南韩半导体危机恐在下半场 受疫情影响 在家工作 视讯会议等成为趋势常态 新增伺服器带动市场需求升温 伺服器低润价格走扬 业界认为 这样的情况将持续至2020年第二季 然而一旦疫情长期化 预料半导体从2020年下半年起 将开始受到影响 产业相关新闻出自经济日报 鸿海三月营收大要近 跳增六成 鸿海公布三月合并营收为 3476.54亿元 月增近六成 符合市场预期 外籍解读 鸿海三月营收大幅成长 反映中国大陆工厂复工率快速拉高 加上非苹果新机及游戏机 拉货动能强劲 同步推升营收 电动车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电动计程车成本 可以与燃油车相当 关键全在充电基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分析发现 预计到2022年 经营电动计程车的成本 将与一般汽油计程车相当 而发展正确充电基础建设 是关键因素之一 5G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日领组建业者瞄准5G商机 积极推广新型连接器 随着日本展开5G商业服务 相关领组建业者借机宣传最新产品 其中数位连接器厂商也不例外 为了便于攜带 5G手机仍需讲究轻薄 有力减低厚度 及减少零组件占用空间的连接器 有其必要 以上是本周IC新闻 我们下回见 好 谢谢Grace主播 为我们盘点这一个星期 你需要知道的科技星知 那其实这个礼拜 我要讲讲点轻松的事情好了 在我的脸书上面 最多人玩的游戏 就是列出你十个 过去曾经受 拿到薪水的工作 但其中有一个是假的 然后大家就要互相的讨论 看看哪一个是你其中 你真的没有做过 但有点鱼目混注的工作 蛮好玩的 因为大家现在 无论你是在家工作啊 或是自己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 自主管理等等 都蛮无聊的 所以这种小游戏 其实穿得很快 那我玩这个游戏呢 其中我鱼目混注的工作 就是政治公关 我没有做过这个行业 可是我对这个行业无比好奇 今天的科技大叔说故事呢 要讲的是政治新媒体 好我们就是稍微画一点点清流 稍微不要沉溺在这个疫情的状态里面 政治新媒体呢 很特别 因为呢 现在有网络 有社群 而且呢 有很多梗图 然后有很多PTT上面的带风向 这样子的政治操作呢 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台湾经历的这个选战 其实非常非常漂亮 也很精彩 科技大叔呢 他要说政治新媒体的政治公关 在新的科技力量下面 有什么样的变化 赶快听听他怎么说 欢迎收听科技大叔说故事单元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今天大叔想聊的主题是 什么是政治新媒体 最近接二连三有朋友问大叔 如何利用新媒体来操作 政治相关议题 这包括带风向 聚集人气 如何导引 来达成对自身有利的政治理念 或是目标等等 那大叔当然不是政治圈的人 但是对于政治与新媒体的操作 倒有些些看法 首先 我会把问题改成是 数位时代的政治公关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如果以道和数两个字来说明的话 大叔认为 新媒体是数 而传统公关学才是道 那道指的是这个宇宙万物的本质 事物的根本原则和规律 以及人的天性 数指的是这个方法 技巧 技术 以及人心 那道着重这个整体性 统一性 系统性 原则性 还有长远性 而这个数 则偏重于技术性 实用性 功利性 局部性 以及这个短期性 那么公关就是所谓的道 我们不凡想一想 在所谓的这个新媒体出现之前 坊间便有许许多多非常成功的公关案例 无论是企业或团体的形象塑造 化解社会不信任的危机 或是成功的为产品或是个人行销造势等等 可见没有新媒体 公关也一样能够发挥传达相关讯息给社会大众的任务 这便是所谓的道 掌握人心之道 赢得人心之道 唯一的差异是 传统的公关进入到所谓的这个数位时代 道理没有变 但是传播管道却由传统媒体变成所谓的新媒体了 再来什么是新媒体 什么不是新媒体呢 其实大叔曾经提过 我不太喜欢用新媒体一词 因为一来它太笼统 并不能说明今日媒体身处的这个环境特色 便是对于广播 广播对于报纸 他们都是新媒体 二来它误导了我们 以为这个新媒体 就等同于这个现实的网络媒体 其实这个媒体的变貌 无论是衣服的载体 被使用的环境 内容呈现的方式等等 无意不是与这个传播科技息息相关的 从黑白到彩色 从无线到有线 从IPTV到这个OTTTV 从单一视角到VR等等 甚至于是加入了这个AR 过真实际以及AI 人工智慧的应用 我们拉长时间来看 这个它也不会仅止于此 因为这个科技不会停止演变 那么现在我们会认为网络就是新媒体 那是因为我们对网络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如同这个传统媒体 熟悉在类比世界里 难以适应这个数位时代 那当我们通透了何谓新媒体后 就能够永远注意最新的媒体形式 而不自我设限 让传播变得更有效果 受众为何要接受讯息 其实不外乎资讯的娱乐的知识的目的 只要未来某种科技 能让这个内容的娱乐性更增强 知识性更丰富 新闻性更快速 它随时都可能会取代目前我们 习以为常的所谓的新媒体吗 最后公关是人文力 新媒体是科技力 想想我们如果连传统公关都做不好 那么加了最新的媒体科技 就会成功吗 现在我想反问我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思考一下 缺的究竟是人文力还是科技力呢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们下回见咯 哈啰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你刚听到的是一个狂风暴雨闪电的声音 实在是听到就会觉得神经紧绷对不对 因为气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每一天呢出门之前 我们都会想要先知道今天衣服要怎么穿 到聊包带雨具 甚至是最近气候的变化其实很极端 有的时候会很热很热很冷很冷 那气候变迁也是现在世界关注的议题 那今天呢搭载的这个趋势上 我们就特别请到领域上面重量级的专家 在我身边的是气象科技专家 于川兴 于将军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平常看到于将军是在电视上面 跟我们讲说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吧 今天大概报一下明天各地方的天气状况 第一个还是要向听众朋友办一个晚年 祝大家鼠年行大运 第二个呢平安健康 最重要最重要了 在今天各地方天气来讲 全台湾各地方天气都不错 因为早上的时候台北市还阴阴的 但是在十点钟以后就已经转好了 昨天最高的温度没到二十度 今天到了二十四点二度 所以回升的四度感觉起来就很暖和 真的 但是呢好天气大概只有今天了 明天也就是明天是七号八号 明天是八号 明天到底几号 明天是八号了 八号了 明天八号天气会转变 因为刚才有一个微弱封面会来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天气会转成阴游雨 但是台北市来讲雨不大 中南部的气温降的不多 因为这是一个微弱封面 北部的温度会稍微降一点 比今天稍微冷一点 今天二十四度 明天大概就是二十一到二十二度之间 最低温度大概台北市来讲是十五到十六度 杨明山呢比较低一点 杨明山像大屯山的话 最低温度大概是七到八度 所以你到杨明山去玩的话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要保暖 第二个风也比较大 第三个人杨明山明天早上 明天一天会下雨 太厉害了 这个不亏是气象播报界第一把交易 刚才这一长段的天性预报 余将军好像磕在脑袋里面 他根本他明明有把稿子写下来 但他也一眼都没有在瞄稿子 我刚刚都在旁边一直偷偷观察 你好像就是从你的这个浑然天成 就可以直接表达出来 不过跟余将军报告的事情是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预录的啦 所以我们再看看 就是到时候播出的时候 会不会有相近 不过我们倒是第一手见证了 这个气象播报的这个Mega 然后还有很自然的感觉 我刚刚的确觉得说 很像平常我在家看电视 准备要出门就是这个声音 对对对 以前我在电视台大概 从进去到最后的 最后现在失业当中啦 那大概就20年 总在电视台20年播气象 20年的气象播报生涯 你算是陪伴每一个人出门之前 或者是我今天要知 因为天气真的很重要嘛 对对对不仅仅是每天说 大家觉得说要今天穿什么衣服 其实来讲的话 对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关系 包括国防外交农业 渔业 我们的医药都很重要 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都很重要 所以你懂得天气来讲的话 是无所不包 知天知地百胀百胜 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自然的 现在养生也可以从天气开始 当然是湿气啊各种状况 可是余将军 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 是一个科技型的节目嘛 我就很好奇 就是说平常你在播报节目的时候 是有就是一个团队帮你去准备 在说几度几度或是阳明山上中央怎么样吗 还是您是怎么准备您播报内容的 因为我自己可以从事气象大概 可以现在讲可以四十几年了 在团队来讲我在电视台的时候 团队就是我一个 所有的资料我自己通通做 全部做 这样子好吗 从开始到最后 没有人帮您 那时候都节约人力啊 所以他不会请一个助理啊 现在你看大牌的都有助理 他帮你搜搜资料也好嘛 做做图呢 对图我们有动画室在做 那就是我想要做什么图交给动画室去做 其他所有的气象资料我自己做 同事人大概都记得我的脑袋了 就跟刚刚一样 因为您播的时候您真的没有在看 因为在电视上没有荧幕 也没有字幕 那时候没有字幕机写好给你看的吗 只有主播有字幕机 那我们那个播气象的完全都靠我的脑筋 所以现在我还没有老人吃的 主要原因大概也是训练出来了 郁将军我明明看到现在有很多气象 他主播他在播的时候都有那个字幕机提醒他 现在是比较进步啊 我以前到现在没有 到现在目前有时候我现在打零工到那个电视台去播那个台风的时候 台风的时候我去也没有字幕完全在我脑筋里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包括经纬度 包括它移动方向 包括台风的大小移动方向速度 还有这侵犯的那个时间地点的哪里 虞将军您是一个人体移动的气象台 是不是这样子说 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脑袋里头呀 在天气预报来讲可以这么讲 我只要说看到这个基本资料 所谓基本资料 看看云图啊 看看各地方的观测资料 大概可以了解当地的天气变化 那要详细的天气变化的话 还要进一步就是看仔细一点 包括各地方的风向风速气压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 还有大概地形的变化 地形对天气来讲影响很大 你像我们常常在台北市阳明山 在文化学院以北地区就是以北 就是过了文化学院到基隆那条路的话 天气跟文化学院以南路完全不一样 尤其冬天显示的最明显 所以在地形来讲 对一个地方的天气预报 对我们预报员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哇原来这好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综合的一个知识系统支持你们 对对对 你要了解这个天气变化要晓得地理环境 真的 山高它的纬度啊 都会有影响 那余将军您刚刚有提到像天气图啊 卫星云图啊 甚至地形图这些 那这些叛读播报跟科技会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有关系 最早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天气资料 收集起来 再用人工去填 从早上的一张图 人工 人工去填绘图 就是我们把每个 你像台北的天气 台北的观测资料包括哪些 大概有28种 就是一个站 一个观测站 风 温度 风向 风速 路点 气压 这个云量 云高 这个气压的变速 变化 啊 还有这个天气 种种 28种 28种 一个观测站 28种 然后人工写下来 人工去填在这个图上 那把一个天气图把它填好 大概是 420加 你填一个图 填好以后 再绘图 绘图以后 绘完了以后 分析 所谓绘图就是分析 分析出来以后 你把它挂在那里 想一想这个图未来的变化 这是地面图 这是地面观测 还有高空观测 高空观测包括 1000mm 百帕了 现在就改成百帕 1000百帕 850 700 500 200 110 每一层的高度不一样 它的风向风速都不一样 所以你把每一张图从 一张图就是8点钟的资料 你把它填完图到下午的 大概三四点了 你把它画出来 就等于你整个今天上半时间 就搞这个图 那你要做预报呢 有另外要一批人 哦明白了 所以你只有这画图这样 把那个图分析出来 填出来 画出来 再分析以后 再叫那个分析预报员 去分析这些图 每个层的分析图 这是最早的 这是最早的 所以你一张图出来 从早上以8点钟来看好了 因为那时候一天只画4张图 24小时 因为6小时一张图 那6小时一个观测 大点的观测一张图 那你一张图画出来大概要8个小时 就是一整套的 从地面图到高光图 大概要8个小时 你8个小时完了以后呢 下面的图又出来了 所以你这个变成一个画图这样 一直在填图画图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 那分析的人专门去分析了 现在科技发达了以后 现在我们叫做人工智慧 对不对 其实老早来讲的话 就是从计算机开始 从我们气象计算机开始 最早最早就是从 气象计算机 对对对 因为气象的资料非常大 是 枚笔资料非常庞大 加上全球来讲半个底 北半球来半球加起来真的很大 所以他必须用比较大的计算机 早期没有计算机 刚刚我讲 画一张图要8个小时 那8个小时你做预报呢 还要往后推 对 所以以前做天气预报 时准很高 因为就是制图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都是人工在做这些东西 你这个图出来 新的天气都过来 你没办法去跟着天气变化 对真的是的 这些预报的时候常常不准 对对 所以以前讲气象源的预报 就是情识多云偶振宇 全部都包对 哈哈哈 话术话术 但现在不够啊 现在如果讲什么情识多云偶振宇 最早就是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是用 用那个计算机 稍微改善一点计算机 就是电脑的意思吗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就是用一个那个80栏位的那个 那个纸去key engine 还不能作为预报 只是做气象资料的处理 气候统整就得了 气候统计资料 你说今年的啊 这个月的统计资料 还没有及时上线 后来电脑发展了以后 就有那个电脑 电脑最早的电脑是286 286是一种称之 我没听过那小 没有啦我听过 286 再来发展是386 是是是 再来最高486 是 486完了以后 就变成电脑主机了 是 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 如果他要使用科技 用电脑的话 他要买电脑 都是要买气象用的电脑 最早美国人还不卖电脑给台湾 他把你用在军事上 那后来是最早 我们那个情报局买电脑 都是以气象的名义 去买电脑 但真的用在情报单位上 真的用在情报单位上 因为他运算速度快 这个好有趣喔 所以都是用这个气象资料 来作为这个演算的标准 这个可以讲吗 可以啊 这个所以各个国家 是把气象列入这个国方来讲 是列入情报的一环 哦 因为那个时候气象的电脑 是最厉害 最厉害的 又有资料 在里头的电脑 现在也是 为什么现在也是呢 现在你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你有战争 你敌对国来讲 美国跟中国打仗的话 你大概收不到 你美国人收不到中国 天气图 所有的天气的资料 包括观测的 但是卫星图 现在有卫星的 大家都会收入 但是观测资料 你没有 细的没有 所以你细的 你说北京现在风向风出什么 温度露点是什么 它的气象变化是什么 你不懂 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你就没办法去 它现在的云量是什么 你虽然可以从卫星图 雷达上可以看得到 实际上又有差距 对吧 所以这个变成说 气象变成国防上 它是情报的一环 对 我觉得我要纠正我的观念 我觉得天气好像是 对我出门有影响 但是现在听起来 根本不止这个层面嘛 你说各行各业 所以我刚刚讲了 对不对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我们包括人 各行各业 都跟天气有关系 都跟天气有关系 你懂的天气 就很有力 就是百战百胜 孙子兵法 知天知地百战百胜 到底就从这里来 而且我刚好像在看一个 就是快速演变的 这个气象播报时 我很难想像一开始是 一个工匠图就要六个小时 画一般 然后对不对 然后播报的时候 又有新的资料了 变成现在这样子 每个小时都在 那现在最早 我们就大概是 你看 现在演变得非常快 嗯 在大概30 可以讲40年前 还没有卫星图 还没有卫星接收 1970年 还没有卫星 那时候空间最早有卫星 接收 那电脑 虽然有了 有286 386 这个电脑 但还不能传 所以说我的资料 传给你 对没有网路上 没有网路上的传输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做呢 那时候空军的资料 是比较完整的 那时候我当预报长的时候 每天影印一份 卫星人图送到气象局 对 我这边来帮那个 亲众朋友跟观众朋友 补充一下 您是 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少将 而且就是 在空军就是 担任气象科 的这个 专业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您那个时候 其实算在我们的 国防里面的 军队里面服务的时候 就是 在空军 就是 完全就是 玩这个气象的 对难怪您说 这40年来 都是在这个领域上面 对对对 所以你讲一个天气来讲 我都看了图 大概就有个概念 可以逃到五天 所以就说您是移动的 人体的气象台 余将军 我有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因为每一天的气温变化 当然大家都会注意 可是现在大家更害怕的是 很极端的 像是 忽然间海水涨起来 忽然间下冰雹 这种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您经验这么丰富 这种的台风 忽然间很大的台风 很多灾难电影 最近也是这种题材 在台湾来讲 即使下冰雹这种机会很少 除了你到玉山 但是都到冬天 夏天时候会有 因为雷雨的时候会下冰雹 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刚刚讲的极端天气来讲 以目前来讲 各地方的极端天气 大家都在讲软化的问题 造成极端气候变化非常的极端 所谓极端 下雨的时候集中在雨区 在不下雨的时候干旱又非常长 造成人类飞荡 以前都很平均分配 你以台湾来讲台湾的降雨量 平均降雨量 年降雨量2500毫米 mm 以这个毫米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丰沛的雨量的地方 但是台湾是一个缺水的地方 因为它都集中在台风的时候 第二个呢不但集中 因为台湾的地形来讲 百分之六十都是山 百分之四十才是平原 或者是这个台地 所以百分之六十的 八分之的雨都储存不了 都流掉了 所以虽然有2500毫米的雨量 但是是一个缺水的地区 所以台湾来讲 如果是三个月不下雨 不管北部南部 大概就会有缺水的状况 这是水的部分 就是集中的非常集中 台风来讲的话 现在台湾要来就很大 要不来好几个月都不来 去年来讲有29个台风 29个台湾的清台湾只有一个 那六个跑到日本去了 六个去年日本的清台的 台风清洗它的几率很高 有六个到七个 菲律宾更多 反而台湾只有一个 29个 平均起来 台湾来讲 应该每年有三到四个直接清洗 那现在变成只有一个 所以相对来讲它比较少了 同时呢 如果台风不来 我们缺水的几率相对就比较高了 对 所以所谓极端就是雨量要下 下的就非常集中 要干 要拉得很长 很长 所以造成很多龙作物的不调整 所以今年是个软冬 对啊很暖火超暖火 过年都穿短袖 所以你看 所以现在那个杜鹃花 三月杜鹃花开 去年的十二月就开了 明白都有相连 相连 余将军我会想请教极端气候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气候越来越极端 那气象预报的准确度就越来越重要 你总不能说 那一直跟大家说 今年会是超寒冷超寒冷的冬天 结果出来一个大暖冬 这样子就会有误差 那您这么长的经验里面 您觉得我们气象预报有越来越准吗 越来越准 因为资料越来越多了 比我们以前 以前在我当初气象官的时候 没有卫星没有雷达 只有地面天气图 也没有什么网络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那现在有了 而且更多了 观测资料越多 对气象预报越精准 同时呢 现在的电脑速度更快 你搜寻的资料会更快 所以精确度会更准 好我们刚才呢 讲到整个气象播报时的 其中一个段落就是 有很快的电脑 但是电脑跟电脑中间 还没有连线的那个阶段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回来 我很想知道 从那个阶段怎么变成 像现在这样子 每个小时都可以给你 新的气象的update 然后也可以让你知道 现在全世界不只是台湾 甚至是现在很多人出差 巴黎 北京 东南亚 很多很多的地方 那到底是怎么这些气象资料 全部串联在一起的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下广告回来继续请教余将军 好欢迎回到IC竹梦家 因为余将军在我们身边 刚才分享了很多很多 整个气象播报时的演变 他自己的播报经验就有20年 那如果算是气象科本科专业的话呢 在这个领域里琢磨了40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一开始选择这个气象领域啊 因为空中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小分支 就是命运来折弄 为什么讲呢 最早我高中的时候我是读化工系的 化工跟天气好像没关系啊 那我最早的出来就是蓝桥肥皂厂 在那个台北市那个台北大厂 不是很大吗 超级大的 蓝桥肥皂厂 那时候我就想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淹水啊台北市淹水 那我就想这个要这个你高工毕业呢 能够做什么呢 这一直当技工当工友 那是不是能读书 那时候考大学真的很难 不像现在 不像现在考不上很难 对考不上很难 那时候要考上很难 因为我是读职业学校要考上更难 那我就想想要读书吗 就去考军校 我就去考了军校 考了军校呢 我原先考的专长呢 我原先是想要考飞行 因为飞行 帅 帅 帅 但是体重不够 太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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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到30公斤 好像是30公斤 您那时候不到30公斤 不到30公斤 怎么可能 不到40公斤 不到40公斤 40公斤 40公斤 你要跳伞 那个伞不会断 所以体格不够 那就考了 转到地形 地形原来我就选的是通信电子 那时候通信比较流行 选了通信电子 但是通信电子 人家后来说要招气象的 没有人去 我自动报名 我说我读气象 我也不懂气象 我就站着去读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才了解了气象是怎么回事 以前根本不懂 也不晓得有气象这一颗 对啊 外面也没有气象这一颗 到最早有气象的 只有在空军有 空军有 还有一个师大地理系有 台大的物理系有 物理系分一个气象组 那时候最早就 这三个地方有气象 其他地方没有气象 嗯 那我选了气象 站着就读了气象 到现在又40年 嗯 将军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我们常常看 就会有气象预报员出来讲话 或者是 大家要上去看相关的地震啊 或者是台风啊 各种观测站啊 气象局什么的 那如果是对气象领域 很有兴趣的年轻人 不论是不是播报 或者是研究 甚至是为了做以后 国防啊 这种相关的领域 你会怎么跟他们建议呢 要怎么开始啊 我认为是读气象的人的话 逻辑观点是比较强 他会想的很多 什么意思 逻辑会连结起来 你比如讲我们读历史地理 是 对不对 要死倍 其实你了解天气 天气气候也不用死倍 你看 人都居住在什么 河流的旁边 对 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你才有群居人 人群居了以后 你才有文化 你有群居以后才有交通 你有群居了以后才有建筑 你有群居了以后 这里才有历史 所以你群居以后 这里为什么会集中这么多人 气候的关系 温暖 盛产量子比较多 好生活 那群居观点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发展 各种历史地理 慢慢就可以发展起来 所以你看 读地理历史 你只要去了解 它的地图来看的话 你可以先了解气候 大概就可以了解 它历史地理的发展 所以它就很有牵涉性的 很有逻辑观念的 你看我们的人的长相好了 很多人的长相 因为我长相有你看 我们有黑人有白人有黄种人 我们是在中纬度 所以我们的颜色是黄种人 比较偏北一点 因为日照色比较少 所以它是白种人 低纬度的都是黑种人 所以黑人它不会长雀斑 它长的雀斑看不到 不会长雀斑 那北方的人比较高纬度的人 你看欧美人是很白 很白 它喜欢晒太阳 你看我们看到欧美人晒太阳 尤其看女生晒太阳 哇好新奇 晒得全身都晒红了 其实它日照色很少 因为整个冬半年六个月 至少四个月没有太阳 所以对它来讲很 所以它对太阳来讲 它非常喜欢 我们看到35度的太阳 它容易很爽 它会偷光光在那晒太阳 所以它对太阳的需求来讲 非常有 人如果缺少太阳 我们的骨质疏松就开始有了 所以老人家像我这种年龄的话 要天天晒太阳 这样子比吃那个维他命D 还要有效 所以晒太阳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天气对各行各业 包括人的长相 还有文化 人的思想 人的长相 人的行为 人的那个心情都有关系 你看好捷运 我们做捷运 很多人 你如果把捷运的冷气关掉 试试看 吵架的人一定很多 不舒服 不舒服 对吧 你夏天7月半 你把冷气 你不要讲捷运 你公司上冷气关掉 吵架的人就一堆 那寒带人就不容易吵架 为什么 天气太冷了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你是爱思寂寞人来讲 好久才一个亲戚看了一个朋友 巴不得你来 哇高兴得要命 不会吵架 所以天气来讲对人 你看夏天打架 斗的人特别多 知识的人 警察也特别蛮 所以天气也没关系 有关系 真的很有关系 所以说 念气象相关的从业人员 其实逻辑能力要好 因为他是一环扣一环的 都有互相影响 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如果我是一个 不是从本科毕业的 就是大学生毕业好了 但是我就想要从事气象相关的工作 我可以怎么开始呢 那这个一般来讲 大家对地理历史环境 自然的了解是 一般的城市现在都够了 那你如果你要从事气象播报 来讲 以目前来讲 你多看一下 人家怎么报 你口语怎么弄 因为你在很短的时间 要表示你重点要讲出来 你不是讲了一大篇道理 告诉人家 我告诉你 明天是晴天 你是斩定雪底 就讲晴天 所以你要这个判断能力 有这个判断能力 明天十点钟以后 天气会转好 你看我报天气是这样 而不是说太平洋高压 尤其台风来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退的时候 这个台风怎么走 西进的时候 但是我可以判断太平洋高压 到底是退还是进 我可以有能力这样去判断 所以你自己要本身的这个预报能力 就是学能的 基本的预报能力要够 那你一般来讲 现在电视台也好 这个一般播气象的很多 网站也很多 他只是跟着 像去提供的资料 你跟着念出来 唸出来而已 他没有判断的能力 没有如何的 他讲什么 你就讲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他报的对还是错 是 他错误的资料给你 你还是错误的报 那我有能力分析 但我也有知道 跟这个可能错了 有时候我会告诉 像觉得这个有问题 因为他们也可能会自己判断 对 失误的时候 也会失误 现在呢 因为AI电脑也比较发达了 比我们以前快的很多了 所以现在不管是卫星雷达 现在这个资讯通的比较快 你要到美国去一下 可以看美国的气象 现在就是那么快 你可以看到到欧洲去 你可以看巴黎即时的天气 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这个通信来讲 这个软体来讲 电脑这个来讲 对我们气象来讲 发生非常非常好 对 那现在因为人工填图 在我们早期 大概20年前 我们就做人工填图 因为我早去讲说 40年前 都在手前 画画画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用那个 那个486 那个电脑 电脑 开始去琢磨 如何用人工自动填图 现在一张图出来 8点钟的图 8点 10分 就完成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就可以完成 填好 而且给你画好 全台湾 全世界 不是全台湾 北半球的 北半球 北半球的 你来半球我们用不到 所以不用 北半球都可以的 所以你看 10分钟把全球各个地方的资料填好 而且画出来 给你印出来 你多快 所以我可以及时做做预报 所以以前做预报 只能做最多48小时 对 现在可以做到15天 15 对因为我们现在手机 光是手机 都可以看到 接下来一星期的 对一星期的天气 这是一个推测是吗 没有 它是有图给你 它的未来 天气图的变化 你做天气预报 要有依据 跟医生看病一下 我照了X光 我咽了血以后 我再判断你的病情 一个预报员也是 我看到天气图以后 我才可以知道 未来的天气变化 不是凭空乱想 我看看天气就可以 不可能 看看天气的话 只能报 当时大概一个小时的天气 是 看看颜色的 未来没办法 其他地方你没办法 未来也没办法 一定要看天气图 从地面到高空都要去看 预将军 那从那个时候 要花六到八个小时做一张图 到现在十分钟内 可以做完北半球所有的图 中间科技最影响 或帮助它最大的部分 就是因为有很多资料吗 大数据 第二 资料收集 大数据 你及时收到 你现在八点的资料 大概八点一分 各地方的资料 你都进来了 对 应该不用到八点一分 更快 更快都进来 以前是 我收听到你的台北的 台南的 我是用那个耳机 那个敲K 那个TTY 收了以后再翻出来 多慢 对不对 你现在八点的资料 到八点一分两分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方资料 你想看哪里大概都有 对 我手机也都看得到 这么快 所以速度快 他就填图就快 填图快 他绘图更快 绘图更快 你一张图出来 我就马上可以判断 未来的天气变化 我听到一个重点 是绘图这一端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资料收集进来之后 要绘好图 才知道未来 对对对 你就是我讲 医生看病 你要是照过X光 验过血 你要有医菌 预报天气 我要看到天气图 你看这个天气图 卫星图 我要看到卫星图 哪里有云 我现在在看这个 有卫星图 我太晓得 哪里有云 这个云怎么发展 哪块云是最大 你像这个是台风的云图 台风中心在哪里很明显 这是北半东北角 这个一个东亚的天气图 这不是北半球 那是东亚 靠近台湾 这个台风 已经接近台湾的以后 这个图 很实心的 所以这个图 就很明显的 可以知道这个 台风在哪里 同时它影响范围有多大 同时可以知道 它的台风眼在哪里 台风眼在哪里 也就可以知道 台风的定点 中心在哪里 台风中心在哪里 就可以知道 它未来的走向在哪里了 那现在这个绘图 是电脑帮忙绘的吗 有一个特殊的软体吗 现在都是电脑 对对对 都是电脑 所以非常对我们的 气象预报来讲 是功德无量 那就是资料进来 也是电脑 自动很快进来 绘图也是电脑 自动很快就会好图 对 才会有办法 对对 这么快的 同时呢 从我这个图出来 传给你也很快 对对 以前很难 以前我不是讲的 没有联网 我影音完了以后 再找一个兵 送到你那边去 现在不需要 你按个键就出去了 很快的接收到了 那万一有很极端 或者是很奇怪的 数据进来的时候 电脑会不会通知你说 这不对劲 比如说 这个地区以前 不会有这种气温 风向台风的 忽然之间出现 不是那你就看 你电脑设定的基本 你说 我最大的温度来讲 好了 台湾最高的温度 是在台东大午40.2度 最高啊 最高 最高最高 目前的记录来讲 40.2度 台北市大概39.9 好像是我记得没错了 还不到40 还不到40 你可以设定 如果台北市超过40度 它只要出来以后 你可以叮咚叮咚叮咚也可以 高温特报 可以有的 所以你可以设定 所以可以警告你 高温了 高温可以放高温价了 对 余天君只是我知道 像虽然您说今年是暖冬 但是每次低温特报 真的很冷很冷的时候 都还是会有人 因为这样子的低温 死亡耶 就是低温的死亡的人数 对对对 那为什么好的天气预报 没有办法 提前警告它说 像真的真的很危险了 你可能要特别的做好防范 台风也会死人 大雨也会死人 这个枪局预报这个 温度来讲 它只告诉你几度 但是不会告诉你要穿什么衣服 因为人的感受不一样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男生跟女生的感受 对你譬如讲 18度的温度 是 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是 老年人跟年轻人不一样 是 幼儿跟生病的 健康的跟生病的又不一样 是 所以你不能够说 确定我 今天你要穿几件衣服 穿什么衣服 不可能 那每个人他的体温 你去感受 18度的温度 你应该穿什么衣服 但是他现在就10度以下 他会特别呼吁 明天的温度会低于10度 所以前几天 过年那段时间不是很冷吗 路中以来最冷的 大安公园 我知道最冷的是5.1度 台北啊 台北大安公园5.1度 所以你5.1度 我每天到大安公园去 运动 这个温度有人穿很多 有人穿很少 所谓很少 还有人穿短袖 有人看到 所以每个人对温度的感觉 感受不一样 所以他穿衣服来讲 他只提醒你什么温度 可以造成什么样的疾病 你比如说温度下降1度 对心血疾管的像我这种老人来讲 影响比较大 他的气压 我们血液也是热胀能缩 是很冷的时候 所以血压血管会收缩 血压会升高 血压升高的话 他就容易中风 所以天气变化 温度变化的 所以一般来讲 气压局会特别呼吁 中老年人 要特别注意保暖 要听嘛 对对对对 今天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的是气象课题专家 鱼川兴先生 大家都叫他鱼将军 那您现在虽然没有在电视台为我们播报新闻 那你有没有想过可以 这些资讯都还是很重要 可以通过YouTube 或者您自己的脸书 让大家都知道 这些气象资讯真的是会影响这么多层面 我们还是很需要知道您的专业呀 因为气象军每天公布的很多这个资料已经够用了 加上我的网 只是在特别天气的时候 在我的网页上 还是需要 可以特别呼吁 那如果是像台风来说 我在台风的时候 会在电视台特别呼吁 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 几年几分 这个台风也 什么时候会到 台风半径什么时候会够到你 你那里会出现多大的风 多大的雨 雨量的分配怎么样 以台湾来讲 地形来讲 雨量分配跟地形非常有关系 台湾的路径跟雨量也不一样 走什么路径 哪个地方的雨量会特别大 哪个地方会没有雨 所以台风天很多人都是 这个地方放假 那个地方为什么不放假 其实对风力跟雨量 对地形来讲 很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 其实气象资讯都是跟你我相关 还是赶快follow于将军的王爷 或者是在特别的时候 在气象电视台来 继续来关心您带给我们的气象资讯 今天特别谢谢余将军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气象播报生涯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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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